我们那个年代不是有台湾钱烟角木吗 其实不是台湾钱是日本热钱过来 所以他在全球大肆并购的结果 结果十年过去以后呢 是使得日本自己元气大伤 他所买的东西在最高价位买的东西 后来通通都折半再折半就对了 非常严重 所以今天在大陆上有相当一部分的经济学家 认为呢这叫做金融游戏 就是说这叫做这种金融游戏里面的旋转椅 该谁做 那简单的说就谁接最后一棒 谁就是最大的输家 就变成这样 就说这整个是一场金融游戏 然后呢金融游戏的老祖宗是西方国家 银行信用贷款股票汇兑 这些东西都是西方人发明的 就他们已经有两百年怎么操作的经验 说在这个游戏上面要跟西方人玩 到最后是会惨败的 那刚刚就他们举的都是日本的例子就对了 所以似乎今天看起来 中国今天的中国 21世纪的中国正在走80年代 日本人走过的路 当时日本是外汇第一的国家 当时GDP最高的国家 最有钱的 日本钱全世界并购 尤其在美国 当时有几个指标性的钢铁工业 好莱坞代表美国的精神 那个洛克菲勒中心 通通是日本人并购 购病下来的 所以可是呢 这些完成之后 可以看后面就造成日本的失落的十年 就是说当然日本经济失落的十年 不一定就是说是因为 单纯的是因为他这个全球诟病 所促成的 但倒过来说 那他也是原因之一 就是现在就大家正在看 就是中国会不会走上 日本的当年的那个老路 所以换句话说 你也是认为说 纯粹是经济上的考量 只是说这样子一个扩张的经济的 这样子一个趋势 恐怕会 我们台湾说 你一直斩电一直斩电 一个就倒了 就是说斩电的太快 或是扩张的太快 很容易让自己造成危险 王大我请教你 真的只是纯粹经济上的考量 而这个经济上考量 会让中国的本来看起来的优势 会造成他最大的潜在危险吗 我想今天中国的外交政策 也不能说百分之百 都是完全从经济这个角度去出发 我们就看到中共最近的一些动作 比如说一个是在全美国 或者全世界有些欧洲等地区 大规模的撒进所谓叫做孔子学院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他们最近花了很多钱 要在世界各地区主要一些国家 英国美国去成立大规模的英文媒体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实中国领导人现在他开始 也学习什么叫做软实力 那给我的感觉就是说 其实我觉得他在通过他的一些金钱的投入 也在希望至少我想内心有一种这种希望了 慢慢去推广一种我们叫做北京价值的东西 这种价值就是说有不同的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那么我们过去看到市场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 可是中国认为我们今天走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 一方面我们没有国家集权 没有政治自由 可是另一方面动员举国体制 我们确实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那么在今天金融危机的国际局势下 那全世界是不是要考虑像我们中国这样 所以你看到中国的经济才一枝独秀 那么要不要采取北京价值 我觉得他有点其实开始考虑 是不是开始在某种程度上去推广一些北京价值 而你看到国际社会不是完全不买单 包括对一些开始对一些像人权 或一些真正的涉及到价值观那些问题 其实国外就是整个西方世界 似乎慢慢有点像北京价值去靠拢 所以我觉得你说意识形态的因素完全没有吗 我当然觉得共产党已经开始脱胎换国 变成一个利益集团了 可是他有脱胎到说完全已经没有意识形态的考虑 然后就完全就是一个经济衡量的集团 我觉得也不一定 从他这些动作上 其实这些就是白花钱的事情啊 你真的能改变西方的这些吗 他还是投入了大量的东西进去 他还是愿意费这个心思 不过我们这样谈了50分钟 大概就是我们好像都有一个共识 就是说中国不管在军事上的证明实力 或者是全方位的外交政策 或者是刚刚我们谈到经济 或者企业之间的并购这些现象 似乎都不代表 中国想要成为一个 称霸全球的超级强权 如果是这样的话 是不是所谓的中国威胁论 就是只是一个多虑的 自己自己在下自己的这个东西 我想请教的是说 接下来全世界会因为中国的崛起 更加的稳定 还是更加的不安定 我觉得这完全取决于中国国内的 非政治非经济的这些因素 因为经济因素是很明确的 就是未来几十年 能源会是国际关系最主要的作用因素 所以中国现在国内资源耗尽的情况下 在势必向来扩张 这个冲突是一定要发生的 那么你到国际社会争夺资源 无外乎就两种 一个合作一个对抗 可是合作你要怎样合作 合作一定也有一些 非经济因素的东西 比如说相同的制度 或者彼此的那种信任 这些不是你靠钱可以买来的 那么如果中国没有这一块 去做改进的话 那么最后就另外一条路 那就是对抗 所以我基本觉得 如果中国没有出现民主化因素的话 它这样走下去 势必给国际社会带来的 不是一种和平的前景 所以所以东老师 你认为是威胁 还是更稳定的一个因素 我赞成刚才王丹所说到 其实现在西方国家 对中国这个国家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强国 其实是蛮有共识的 那个叫做脆弱的强权 那个谢淑利讲的 脆弱的强权 就是说他外表 这谢淑利的原话 外强中干 就是说他真正的 最重要的问题 是在他的内部 他的内部问题 是有可能影响到世界和平的 所以我简单的说 中国威胁论有三个版本 最古老的版本 就是中国的军事威胁 这古老版本 中国威胁论的第二个版本 是中国黄货论 就是中国崩溃了 那他的难民跑出一亿 全世界受保 这是中国威胁论第二个版本 中国威胁论的第三个版本 是新的 叫中国发展论 就是说你不要崛起 你也不要崩溃 你就按照你现在这个 这样子发展的话 就是全世界的威胁 就是说因为他的发展 中国大陆经济发展 耗掉全世界太多的原料跟资源 我出粮食就好了 如果2020年到2030年 中国人口是16亿的话 那他就必须从国际市场上 进口两亿顿的粮食 是国际市场没有那么多粮食 所以这三点恐怕都害威胁 蔡老师 我想刚刚主持人提到 是中国在崛起之后 世界会变得更和平 还是更不稳定 那我觉得这也要看世界 怎么来因应这个崛起的中国 那我觉得现在大家在看 整个中国的发展 觉得他好像在一个十字入口 他有可能在崛起之后 变得更负责 跟国际社会更融合 但也有可能在崛起之后 更相信军事的武力 民族主义抬通 构成威胁 所以要看世界怎么样来因应 一个处在十字入口的一个中国 那我觉得可能 大家现在的一个共识 是一方面跟他交往 慢慢的把他带到国际社会来 但一方面要防范 他的一个军事扩张 可能造成区域的不安定 所以大概我们现在看到的 国际社会是采取这样的 一个两手策略 来因应这个崛起的重点